《相册爱情》是一部大型的连续剧 余月仙是剧中卸大脚的扮演者 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这部剧 据说赵本山大叔已经和电视台签约了18部 余月仙生前就已经拍到了第15部 而如今余月仙因突发车祸不幸去世了 相信《相册爱情》也不会因为余月仙不在 料而停止拍摄吧 但在余月仙去世后 据传闻说赵本山《乡村爱情》第16部一开始就写 死谢大脚这个角色 并且在剧中为谢大脚举办追悼会 这样也算是对谢大脚这一角色的一个交代 更是弥补了余月仙追悼会赵本山没能 参加的一大遗憾 对此网友们都纷纷表示赞同 最近有网友发现《乡村爱情》第16部已经开拍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谢大脚竟然出现了 谢大脚又回来了吗 仔细看 这位谢大脚和余月仙真的有几分相似 样貌身形是都挺像的 但除了谢大脚 其他演员都在曾经说没有了谢大脚 自己以后也不演这部戏了的王大宝竟然也在 记得当时余月仙去世后 王小宝在直播中坦言没有了大脚 自己以后也不会再演这部戏了 现在看来 王小宝很是打脸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一部剧不是因为少一个人而停止拍摄 是否继续拍摄也不王小宝所决定的 你会继续支持乡村爱情吗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和探讨